1月21号就是中国的春节了 那每一年的新年呢 我们总要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说一些祝福语 我们常用的祝福语有 新年好、新年快乐、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恭喜发财 当然除了这一些每年都可以用的祝福语 我们也喜欢发明一些新的祝福语 特别喜欢用谐音 比如说今年我们就发明了这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祝福语 第一个词呢是前途四景 这个词本来是前途四景 前途就是将来 四景就是很好的 那前途四景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我希望你有很好的将来 那现在改了以后啊 它就变成了我希望你在突年有很多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更有意思啊 是突然报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词本来是突然报复 突然就是immediately 报复就是有很多钱 所以它本来的意思呢就是 I hope you have a lot of money immediately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把突然的突改成了突物子的突物 就变成了我希望你在突年有很多钱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有意思也很好笑 所以我也买了这个手机壳 你们看 突然报复 钱花不完 所以呢我也在这儿祝你们在突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突然报复 你们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新年祝福语呢 Follow me and learn Chinese